賴總統昨天不是宣布說要全勤全員到齊嗎 那我們就看看賴總統的命令能不能出得了總統府 可不可以貫徹到立法院的民進黨黨團 我們剛剛看了一下喔 現場有多少位了 好像20出頭位而已吧 民進黨不是有51位嗎 不到半數啊 賴總統我很尊重你特別幫你點了一下 現場不到半數 你的命令連總統府連立法院民進黨黨團都沒有辦法貫徹 命不出總統府 講完第一天就只有20個人來了 好 這是確實點名的結果 而且重點是他們才把他們自己的籤道表收起來 對 他們趕快把籤道表收起來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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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报言会本案由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 本案交司法及法治委员会审查 报言会第95案至第183案 请依序宣读 其中第105 135 137 142 147 152 179至183案 台湾民众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 宣读之后 以上提案 均交相关委员会审查 其余一案 均照程序委员会意见通过 请问院会有无异议 没有异议 我们宣读后通过 请宣读 第95案至第98案 超委员会 第99案至第105案 国家发展委员会 第106案及第107案 公民交易委员会 第108案至第129案 经济部 第130案至第174案 农业部 汉文113年度 中央政府作为算决议 分别解送相关报告 第175案 司法院 第176案 及第177案 行政院主席总署 第178案 国防部 汉松114年度 中央政府作为算议案 预算坑务表 第179案至第183案 经济院行为 113年度 中央政府作为算决议 分别解送相关报告 宣读完毕 谢谢 报告院会 第184案及咨询事项 请一并宣读 宣读之后 第184案准以备查 请宣读 第184案 报告院会 现在 我们对行政院院长 施政报告 我们继续咨询 在进行咨询之前 我们先请秘书长报告 各部会首长请假请行 报告院会 行政院来含 外交部林部长加龙 本日英功请假 由田市长中光代表列席 经济部 郭部长致飞 本日英功请假 由陈市长郑齐代表列席 桥委员会 桥委员会 徐委员长嘉青 之会议询问 我们特别向院会说明跟报告 依立法院职权刑事法第26条规定 行政院院长 副院长及各部会首长 因亲自出席 立法院院会 并被咨询 因故 不能出席者 应该于开会前 检授必须请假 之理由 及行政院院长批准之请假书 报院会 本日院会 行政院来含之部会首长请假情形 刚才我们秘书长已经向院会进行报告 基于宪法之尊重 及重视本院委员之咨询权力 排除非出国或有特别重要且迫切的公务 需要去亲自处理 自无法出席外 部会首长不宜请假 而委由副首长来代表出席 本院前有韩文通知行政院 转告各部会首长应遵照办理 因此 仍请行政院确实处理 使得免各部会首长的请假 未能在院会进行政策对话 国民党党团所提书面咨询之内容 我们列入公报记录 现在我们敬请蔡奇昌委员咨询 签计 toothbrush 跟赖祠宝委员报告时间暂停 郭清衛部長因公赴日本訪問 你指請請 日本你知道哪裡嗎 日本目前沒有我知道的時間 店長啊 你人太好啦 你說用愛啊對對他啊 他們指定你啊 我們有次長代理這個也是正當正常的程序 他對一點都不懂啊 請問你是不是管國貿的 貿易的對吧 是 是嘛 今天我也帶著部長 注意 明天準備專心開會 韓國院長幫我們支持 謝謝 黃秘書長 邀請副總召 林思敏處理長 以及黃鴻薇首席副處理長 剛卸任的黃孟凱處理長 各位智庫的所有的最優秀的幕僚人員 還有各位國民黨的立法委員 恍如隔世 三十多年前我當立法委員 每一次立法院院會之前 黨團一樣會開個會 那個時候我是坐在下面 那坐在這一排是 立法院院長那時候叫劉松帆 後來換王金平 恍如隔世一樣 一下三十多年就過去了 今天我坐在這裡 也已經慢慢步入老邁 感慨特別多 我想有幾個重點跟大家一起分享 第一 一個好男人像一鍋湯 煮熟了就把他喝下去 我剛剛看到洪孟凱這鍋湯 剛剛才熟 怎麼就對端走了 這個黨團的幹部的培養 真不容易 六個月的摸索滾爬 爬、談、罵、衝突等等 剛剛成熟 就換另外一個書記長 我不曉得這個 慣例 未來 國民黨團怎麼去想 但是 剛剛成熟 當然 市民書記長也非常的優秀 但是這個要慢慢慢慢成熟 到年底明天二月又要換 這個是可以考慮的 我沒有說優或者烈 沒有這個意思 但是大家在培養 黨團的幹部 非常的不容易 第二 我們讀小學的時候 放暑假 大家到最後要結束的時候懶洋洋 第二天一開學 坐在那裡 昨天我講 老師說 注意!專心上課 各位國民黨立委 現在我講一樣的話 注意! 明天準備專心開會 第三 大家對 台灣內部的百姓也好 海外的華僑也好 對我們立法院黨團的期待是什麼 對新的立法院期待是什麼 這一點要請大家好好去思考 有一個法對黨的立法委員 前兩天我們請很多國會議員 日本國會議員來吃飯 他坐我旁邊 這一輩子追求台獨 一輩子 我不講名字 他看我院長 我以前沒有跟你相處 我很討厭你 相處以後發現你 不是這樣子 不是這樣子的人 我說什麼人 他電視上講的那種 我說我一句話跟你講 我的眼中沒有仇人 我的心中 我的心中 沒有任何 惡意跟恨意 我眼中沒有仇人 心中沒有敵意 他說真的 我跟你處了以後真的這樣 我一直要講這句話 不是幫自己打廣告 我是希望所有立法委員 你們要考量 我們在立法院站在這裡 我們是用愛出發 還是用恨出發 這一點非常關鍵 如果沒有愛出發 我們不管是質詢審查 預算 人事人 統一權等等 真是愛中華民主的土地 愛台灣的土地 我們連講出來的話 力量都不一樣 人民會感受得到 這一點 我也跟行政院卓仲泰院長講 我們這個年紀 坐這麼重要的位置 一定要用愛來看這個土地 這一點要跟立法院 國民黨團長共勉 不是說我做得多好 只是我們有更大的包容 將來我們再質詢起來 監督起來 那個力量是不一樣的 這一點 請大家來借金參考 三十多年前 我坐在下面的時候 立法院長坐這裡 我不見得會聽到耳朵 為什麼 因為我年輕 每天就回家磨刀子 第二天 到底反正我就要砍 要殺 我才感覺到過癮 才爽 過了三十多年 回頭一看 白雲倉斗 很多事情你看 還慢慢慢慢過去 其實 你有一個大愛在心中 你在做這些事情 講的話 都不一樣 我今天 我的心境是不一樣 我特別跟大家分享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曬乳 我選KS皇家呵護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因為它有媲美藍光神盾的炸造之脆 保護我在陽光下 延緩肌膚老化 維持青春彈力 可以防禦工作環境裡的3C商品 各種包圓對肌膚的傷害 擦起來清爽不黏膩 我特別喜歡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養日常 你呢 呵護你 呵護前家人 專屬你的KS Royal Care 燙光清爽高防曬凝露